HELLO 大家好 我是起聪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 就是这个雪兰二州新骨毛州医员 行动党的李季祥今天不幸去世了 其实大家早已经有这个心理准备了 因为他一直都在抗癌 然后身体也是越来越弱了 所以终于在今天不幸去世了 所以小弟在此向李季祥自己最深的哀悼 李季祥去世 他身为这个新骨毛的走延 大家除了哀悼李季祥之外 大家也很关心接下来会怎样补选 然后这个选区的结果会是怎样 因为他是在雪兰儿 雪兰儿大家会比较紧张一点 因为这个雪兰儿是马来西亚 最重镇的一个州 可以说马来西亚绝大多数的经济发展 都集中在这个雪龙一带 而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六周周旋的时候 在这个西蒙山州里面 最惊险的就是这个雪兰儿州 这雪兰儿州 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 给这个国盟趁虚而入 国盟拿掉20多个州一席 OK 所以呢 现在 这个 的 补选 即将会发生在这个雪兰儿 所以大家都很紧张 会不会有什么闪失 很怕这个新骨毛 会不会落入这个国盟的手上 OK 我今天这个视频我就跟大家分析分析一下这个新骨毛周一席是怎样 OK 首先 只能说天不作美 这一个时间点 是 对西蒙非常的 不利 OK 为什么说呢 因为 现在 这么多课题 我说的课题最主要就是种族宗教的课题 你看 一开始 就有那个 华人做首相的课题 然后又到这个肉骨茶的课题 然后又到华人新春的课题 然后又有那个 尼可汉 的那个宗教课题 然后 现在最热门的就是这个 KK Mark的 挖子课题 最近这一段时间 这么多这些种族宗教课题 其实是 很不利于这个西蒙的 OK 也就是说呢 可能这个 团结政府的马来票 还要再往下掉一点 因为最近呢 在马来社群那边的 种族情绪 是有一点高涨了 只要种族情绪高涨 宗教情绪高涨 就肯定是有利于极端分子 也就是国盟 我直接点名了 如果是天下太平 所有的种族 都相亲相害的话 这样国盟就没有息了 国民可以打包丢进去 南总过海还是这个马六甲海峡 OK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新古茅这个区 新古茅这个区呢 其实对于 雪兰人来说呢 是一个相对比较乡村的区 它不是太过城市 这也是一个隐忧 因为呢 在雪兰人的乡村区呢 都被这个国盟攻占到七七八八 OK 城市区这个国盟就比较难攻下了 OK 但是 好在 这个 选区 他的 这个 选民的 比例呢 还比较乐观一点 OK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选民比例是这样 基本上我之前我有一个formula 我要从个formula 就是呢 只要 这个地区 他是 马来人的比例少过七十八千的话 就有的打 不用紧张先 有的打 如果是超过七十的话 就不用看了啦 Goncast 失文了 OK 但是未必啦 如果是在城市选区 马来人超过七十八千的话 还是会升的 但是如果是乡村选区 马来人又超过七十八千 肯定是Goncast 失文了 但是这个虽然是一个乡村选区 但是马来人的比例也不是太高 四十多巴仙 然后 华人跟印度人加起来 其实是过半的 而这个选区的印度人比例超级高 十八巴仙 这个将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等下我会重点的分析 OK 所以 华人三十多巴仙 再加印度人 十八巴仙 加起来 已经是过半了 马来人只是四十多巴仙 所以按照我的formula来说 只要马来人比例 是七十八仙以下都有的打 六十八仙以下的都可以 说是胜算很高了 所以 这个新股毛其实是一个胜算蛮高的选区 对于这个西蒙来说 然后 这个 上一届的成绩是这样 六周周旋的成绩是这样 多数票是四千多票 而且还有一个 Muda 他拿走了千多票 所以这个Muda的千多票 就暂时 不会是一个 加重西蒙负担的 这一个因素 OK 好 总的来说 不管 接下来上升的是谁 肯定是行动党的 OK 我都抱持乐观 这个选区 要西蒙继续胜 其实是不难 但是 可能这个多数票 还会再减少 原因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 这个 那个马来人的种族情绪高涨 而且这又是乡村选区 国门可以得到更多马来票 我不意外 OK 现在我要说最关键的就是 华人跟印度人 我相信了华人还是保持这个打举观的 虽然华人现在呢 已经有一部分的开始 政治人感了 就是 他不会投国门 但是他也不想再投西门 就不要投票 但是 为了大局 所以我相信还是绝大多数的 华人可能之前是95% 可能现在至少还有个85% 还会继续支持这个西蒙 我相信如此 OK 然后印度人这18% 是 可以说是造王者 这个新股毛这个区 这一次这个补选 造王者应该是印度人 其实在马来西亚 你纵观所有的国州选区 印度人比例可以占到18% 就可以说是印度人数一数 最大的需要 很少一个选群印度人比例 可以占18% 这么重 OK 然后 印度人的情况 西蒙 就要看录一下了 因为 所以自从这个 119过后 印度人其实也跟 华人 有一样的心态 就是 对于这个 西蒙 有很高的期待 所谓的很高的期待 我直接点名讲了 就是说 以前 那些巫统那些 马来人 智商的那一套 我全部不要 就是 华人印度人 不要只做配角 罢了 我们现在 我们要跟马来人 一起做主角 如果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期待 没有 得到满足的话 很多人会 离你而去的 所以 尤其是 现在普遍上 可能印度人会觉得 华人得到东西不错 但是我印度人 会有这种失落感 我相信我这样讲 大家应该是清楚了 尤其是 槟城的 印度的领袖 拉玛沙密 他 离开行动党过后 也是引起了 不小的争端 再加上 现在 这个内阁 似乎没有 印度部长 勉强说 这个 卡巴辛勒子 他也不算是印度人 他是一个希克人 OK 所以 我觉得 现在 印度人对于这个 希盟的支持率 绝对不像以前 这样的 华人跌一点 印度人可能会跌 蛮多一下 甚至 印度人你如果说 跌到 一半 也 不觉得惊奇 为什么 我还是说回那句 就是 印度人 他们的 观点就是 从头到尾都是 你们华人跟马来人 在打吧 所以 无论你们哪一边 甚我们印度人都是一样的嘛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 形态 但是如果你是马来人跟华人 就不一样 要不就是 我赢 要不就是你赢 所以呢 一定会斗个半死的那种 但是印度人绝对可以 作弊上关的 OK 所以 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 印度人的支持率 倒退回一半的话 这样就很危险了 因为印度人呢 你起码也要 7-80% 都支持希盟 才是稳的 OK 所以我都说了这个选区呢 30多 42多巴仙是 马来人 3多巴仙 华人 18巴仙印度人嘛 所以 马来人还是多过华人的 而且他还是一个乡村选区 如果 印度人呢 希盟没有拿得过半的话 就有 一点危险 但是 我相信啦 在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也就是说 去年的六周周选 距离现在也 只是一个半年多罢了 还不至于有太大的变化啦 OK 只要印度人这里 可以有 6-70% 支持希盟的话 应该是稳的啦 这个区 所以我就说这个多数票会变少 这个多数票会变少 是因为 可能 郭梦的马来票会变多 然后可能 希盟的华人票 跟印度票会变少 但是加加减减 可能 多数票1000以内啦 很危险啦 OK 但是 要剩也不是 太过困难啦 OK 我只能说 就算剩也是剩到很惊险的那种啦 多数票可能是三位数的 不奇怪啦 OK So 最不美的就是 这一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我们真的是太多 这些种族宗教课题了 但是 没有办法 原刃的医院 去世了过后呢 三个月内就要补选 所以 这个是必无可批啦 如果这个 补选可以拖到越迟也好啦 老实说啦 起码你让现在那些乱七八糟的课题先过去先忍下来先 OK So 从这来说 果还是那句话 这个选区要有行动党 要有希盟的汉威 我相信是不难 只是呢 不用期待他的多数票 肯定会少掉很多 到了最后 我还是要 为这个 已故的李继香 献上最深的矮刀啦 OK RIP 谢谢大家 拜拜 可以 帮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